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 12日晚间动员所属5个派出所 警备队、刑警大队等80名警力 由分局长亲自带队 针对辖区帮派经营为事行业 一支市及治安疑虑场所 路段等执行为例扫荡请勿 在日前黑帮大张旗鼓举办春酒 还安排旗袍拉面迎兵后 台北市警方迅速回应 内政部长牛昌强调 黑帮春酒事件不只踩到政府红线 甚至是踩到地雷 他已经指示各县市警察局一定要严查严办 这就是各警局长的绩效指标 也希望各县市首长要负起督导责任 日前黑道春酒的一个事件 我想这不只是踩到政府的红线 这是踩到地雷 所以警方的一个行动一定会 让这样子嚣张的行径付出代价 那在第一时间呢 我也指示我们各县市的一个警察局一定要严查严办 不得让这种情势再发生 而且这个就是各县市警察局长的绩效指标 那我们也要求各县市的县市首长要负起这个督导的一个责任 另外针对国人生物痛绝的诈气犯罪 牛昌透露金管会已经排版 未来由政府通报的不实投资广告 Meta及Google等社群平台将会紧速下架 如此将有助于警方查气侦办 也避免更多民众受害 我们非常感谢金管会出面来邀请相关单位 还有包括Google及Meta这个社群网络的平台的一个厂商 那昨天也达成了协议 这个民众如果有这个诈气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案件的话 由政府来进行通报 那这个社群平台的一个厂商 就会在最快的一个时间里面来进行下架 我想这个对赫子这个诈气的一个案件 将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那对于警方在查气诈气的一个案件的时候 也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